我们刚开始准备进山了 那么一进山呢 这一段是比较陡的山坡 进山的路非常陡峭 那我们的右侧呢 是一个溪水蝉蝉 那么这条地图上居然没有名字 这么大的写 那么溪谷的两侧呢 全部是高大的松柏 不到100米左右呢 那么就一个很大的一个瀑布 从这边来说 这个瀑布的山坡 我们要看剃离开 就像在山坡 那里有一个小组 沿着山路一路向前 那么这个地方在山谷之间有一条隐秘的小道 那么进山的路其实有很多的分岔口 那么走这条trail有个诀窍 就是那么见到分岔口就上山的时候就向左 下山的时候就朝右 那么我们快到这个山谷这个路的时候 这有一个很大的草垫形成的beard dam 我们在这个地方当然是准备好 又开始摩衣飞机了 就是我们海的飞机挂树上然后掉了 我们刚才利用这个找飞机 在林子里面把他的飞机找的找坏了 当然了螺旋桨也摔断了一只 这是今天的出师的一个小插曲 路上我们的这个蘑菇大神 然后踩到了这个白林子 让我们鼓励我们回去包它 大家都吐舌头 没有人赶 无法山一样的冰茶子 二公里的山路以后呢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来到 Champagne的这一段 实际上是在Montain between a Heron之间 那么我们接着往西 我们就来到这个Hiran这个 shelter 1号和3号的交叉路口 我们接着往前3号去我们的 Lake Fortune 这个大陆 一个冰封的这个油画 那么冰层把里面的落叶全部都封冻在这个地方 Silver Birch多么的漂亮 那么这个像钢管一样的蹭亮 味如嚼辣的蘑菇 看到了一点品相不太好的这个Oyster 这个瓶不干了 嗯 还挺香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他使用4K的拍摄 可惜今天没有带着大镜头 那么他现在目光炯炯的看着我们 那么这个时候 过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 那么他们呢 这个猫头鹰 非常好奇 看着这个骑自行车的人 这个巴奥的体型比较小 有可能是今年的 今年出生的巴奥 我们的团队都在巴尔奥的心意下 异常的兴奋 好了 还要飞走 他现在在寻找他的退路 走了 回归山林 那么32号后在CAMFORTION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型的靶场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这里进行射击 那么从这个射击的枪声 就是很容易判断 他们打的都是小口径枪 那么威力不是很大 那么从他们的射击距离来讲 那么也是如此 来到这个地方是CAMFORTION的ZIPLINE 那么现在当然COVID-19早就已经空空如也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街上 往我们的这个一号进发 这个下午两点半的暖融融的阳光 照在我们身上 我们在这个斑驳的树营里 沿着14号一路呢 一立前行 我们从14号到到了1号 那么走了不远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前面这个湖啊 就是那个有名的那个Bulges 那么在这个Champaign上面呢 有一个停车场 那么在这一段呢 CAMFORTION这一段呢 那个小路是新罗旗步 那么呢是非常的复杂 怎么走呢 都可以达到你想要去的目的地 那个牌子呢 讲这个Ridge Road的一个由来 那么在1940年这号路呢 就重新被改造 并且呢 一直可以通到这个FIRETOW 高大的这个Silver Birch下面呢 发现了这个像狗屎一样的玩意儿 那么我们的蘑菇专家呢 我们取了一块样品下来 就是经过鉴定 这就是Chaka 西洋下的这个Silly Shally 小木屋 我们这里看见这个 长得像这个白云一样的 那么根据我们蘑菇专家呢 鉴定这个反面 哇这个有毒 哎呀不得了 好了 那么我们经过了 17公里的跋涉以后 我们又回到了这个Helan这个小木屋 我们现在又在下山 那么下山的这条路呢 让我们又回想起了这个地方 一棵三棵树的倒在地上 所以呢 你看他现在要先翻过一棵树 钻过一棵树 然后再翻过一棵树 那这就是你看 很有意思的一个小圈 参天的大树 这是我们队伍里面的梁子军们 下山的路并不是那么的漫长 那么蓄暖的阳光在我们的右手边 穿过林子 涉在我们身上 斑驳的光和影 感觉非常的好 没想到枫树的叶子呢 在这个山谷里居然颜色油纯 好了那我们的队伍 经过这个七个小时 那么走行了二十点四公里 我们终于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出发点 这个消防站 那么这一趟旅行呢 跟我们上次也差不多 那么时间的控制非常的好 那么只是今天呢 我们飞机的次数 比上次少了一些 走路呢 多了一些 我们来了 咧 什么